我们相信警察叔叔能够还给我们家 我们的爸爸一个公道 走开心姐 她在这儿写了 在这儿写了 走了 过来自首人也没收我 告诉你没犯罪啊 是吧 问了一下给他们那个落户的事情 确实不太方便不太好 不太好弄 然后就是这个给他们想办一个旅行证 以后他们来往中国就方便多了 就不用办签证了 给你们看看啊 就是查询人孙光是吧 身份证然后身份号码 国籍 中国 自1983年3月2号 就是我出生到今天 我办这证的时候是今天 大家看到这个事儿会很晚 就是10月11号 看没有 无犯罪记录证明 看未发现有犯罪记录 就是这样 北京市公安局 西城分局 月潭排出所 我的活泼死在意一直在这边 然后呢这就是我成长的生活的地方 在这边特别有感谢 真的重要 包括这个俩姑娘 在这个家啊 他们原来应该来过三次到四次 嗨大家伙伙伙估 今天我们全家人啊 这个我孩子和我媳妇不在 媳妇回瑞典上班了 很遗憾 她有一个工作原因嘛 她必须回去 今天呢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做一个正式的解释 也算是我们全家人 这件事情表示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要做这无分的证明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 关注我们的老粉丝们都清楚 尤其在俄乌战争开始那会儿 关注到我们家了 就是在那会儿撤侨的时候呢 我们经历了很多这一家人 大家都看在眼里 也都知道 其实孩子们老婆都特别辛苦 真的是让他们受了很多罪 那会儿也是我们全家可以说 一生中是最难的一个阶段 最难最难 大家是想象不到的 那会儿你知道我们不敢想 我现在一想起来说实话 我眼里就翻了一光 因为那会儿对孩子来讲 造成了很大的身心伤害 对我们来讲呢 其实哎呀 跟一场梦一样 其实大家都理解 大家要知道这是不说这事了 为什么我要做这无分的证明 就是因为在那个期间呢 我们在最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信息 流传在网上 而且是迅速的扩散 浏览量呢应该在几十万是不止的 就是上百万的应该是 因为那会儿我的热度是最高的 那会儿用我这种手段来蹭热度 用这种手段来诋毁我的 他流传都非常大 就他那个时候呢 在网上在新浪微博 有一个不好的帖子 有一个不好的帖子 那个帖子的内容呢就是 那时候呢新浪微博呢 有一个网名啊 胖大派大兴的 当然了他现在已经改名了 他意识到这个事情严重性以后 破壶也可能是混不下去了 被亲戚送到了乌发展 曾经有一个乌韩前妻 跟着这个第二任之前呢 也一直在闹离婚 so拍这些视频都是为了生意 你懂的啊 就这么一个 这篇文章呢 当时在网上发笑的特别快 因为大家知道啊 就正常人来讲 一听到哇 你一个少年强奸了同班同学 就这个本身就是很糙蛋的一件事情 反正说实话啊 就是我自己如果是不是我的话 我看到别人写这种东西 我也会很气愤 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带节奏 在传播这个消息 就是到最后闹到什么呢 我 我的家人 我老婆 我妈妈 我姐 都相继收到过 那些辱骂的信息 我老母亲70多岁的人了 他就很诧异 真的他会说 为什么网上会有这样的情况 短短一个星期时间 这条留言被转发了 大几千次是肯定的 直到我们截图那天啊 就是我截图应该是在三月初 这件事他写的 三月一号我截图 我留了证 这件事他是应该是在二月 应该是在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这几天发的 他是在一篇文章的下面留了个言 结果这个就被迅速扩大化 而且还被几个不知名的大V发酵 扩散 导致了各种评论 然后转发次数大几千 浏览次数相当高 就是给我带来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大家就可想而知 就是在那会儿大家知道 刚刚开始恶物战争 最打的最激烈的时候 我满脑子我要想怎么照顾孩子 怎么保护孩子 怎么不被炸死 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关心我们家 但是偏偏就是在那个时候 收到了莫名其妙的无数人的谩骂 网爆 真的是这样 相信很多朋友在那个时间 记得这件事情 我做过在那时候 做过一个澄清的视频 我当时我就说过 我也给自己安安立下了一个承诺吧 有照一日我回国那天 我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 我必须处理这个事情 不光是视频制造者本人 还有这几个连带的 不明真相蹭热度的大V 他们的转发也直接导致了 这个事件的迅速扩散 一星期之内截止到三月 这件事一直截止到三月 应该是几号 五号六号还是七号 我们经过多方申诉 我的同学 中学同学都出来帮我站队 给我打原厂 给我这个澄清事实 在做了很多工作以后 事件开始了大概十天之内 我们把这个事就平息了 在我处理一期皮肖食品之后 当时影响真的很大 就是现在其实我想起来 都是很气愤的 因为这种话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引战的话题 知道吧 大家可以看看那些评论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也不能赖那些老百姓 这老百姓跟我一样 都是吃瓜群众 他不知道这个事件 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就会去评论 你知道吧 但是受害者是谁 就是像我这样的 所以呢 我孙光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去惩罚这些污蔑我的 诋毁我的 伤害到我们的 伤害到我们全家 严重损害我们名誉的 这些不法分子 还是坏人也好 我媳妇临走都说你这些事一定要办好 一定要让这个混蛋受到应有的惩罚 当时呢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的一个姐们就在他家附近的东坝派出所 朝阳区东坝派出所报案 因为这件事闹的比较大 而且影响比较恶劣 所以说呢 我们决定呢 等我们回来以后 我自己亲手办理这件事情 东坝派出所那边呢 已经立案了 下一步呢 怎么处理 我相信咱们中国国家是一个法治社会 下一步呢 究竟是会怎么演变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我还不得而知 因为我从来没有搞过这些事情 也没有跟说实话警察 咱们的行政部门那边 职能部门打过交道 因为这么多年不在国内吧 以什么都脱节是吧 我查了一下啊 就是根据咱们的国家法律规定呢 就是诽谤信息呢 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 达到五千次以上 被点击浏览啊 这个诀验超过这个的 或者被转发次数 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这个就要按诽谤罪立案的 所以下一步呢 咱们的公安机关 将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 我不清楚 所以我在这儿呢 也请求大家呢 给我一点意见建议 就是我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老百姓 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 还自己一个公道 还我们家人一个公道 这个不单单是孩子们的心声 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声 我的妈妈 我的姐姐 我老婆 我的孩子们 咱们是一个法治社会 也相信咱们的派出所工作人员 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后续呢 事情我会进一步更新 持续更新 其实呢 这个人的工作单位 包括家庭住址 姓名 年龄 出生日期 这些信息 其实我当时早在取证的时候 我一会儿已经知道了 一直没有自己去跟他联系 我觉得没有意义 这样很掉价 21世纪了 咱们为什么不能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陈某兴 难啊 1983年跟我同年的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8号中的一个单元房 工作单位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下一步呢 我会带着孩子们去他们单位 向领导反映这件事情 希望也引起他们这个重视 其实这件事情我想想到现在来讲 都是非常气温的 当时给我们带来伤害非常大 非常大 行吧 相信咱们的政府 是吧 相信咱们的警察叔叔们 相信咱们的法律 一定会给我们家一个公道 还是那句话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建议 能够帮到我们的 希望大家能够发信息留言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